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桃桃娱乐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谢霆锋 王菲非法同居 引炮轰 张博之发为好心情 上万人关心 最近王菲谢霆锋携手出现在中秋晚会上 引起了网友们的沸沸关注 而且谢霆锋还被吐槽 和王菲世纪同台却假装不认识 十分冷漠 那两个人的感情动态再次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甚至还有网友调侃 他们两个难道又分手了吗 其实按照谢霆锋的性格 在公开场合 他也不会占用公共资源去和王菲做过多的互动 并且王菲当时在中秋晚会上出场的时候 是由一个女主持人介绍的 本来这件事情的风波已经快要停下来了 没想到这两天 知名导演又炮轰了王菲和谢霆锋 甚至吐槽他们非法同居 会带换年轻人 毕竟谢霆锋和王菲现在都是娱乐圈里的顶流明星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会误导一些年轻的粉丝 而且知名导演还甚至质疑王菲和谢霆锋 是借助谈恋爱的名义 长期魁莽炒作 大肆劝钱 不过至于真相如何 谢霆锋和王菲也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为什么这次突然说到谢霆锋和王菲非法同居的事情 是因为最近谢霆锋又接受了香港媒体的采访 谈起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规划 自然而然的谢霆锋就被问到了感情问题 记者问谢霆锋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他也是腼腆一笑回应 我不会结婚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采访谢霆锋了 前些年的时候就有港媒问谢霆锋还会不会再婚 当时谢霆锋就斩钉截铁的说不会再婚 可他和王菲却又时不时的在网上公开的秀恩爱 这也是让吃瓜群众有些摸不着头脑 既然不结婚 那谈恋爱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说到谢霆锋和王菲 大家肯定想到的就是张博之了 没想到在大家对谢霆锋 王菲感情问题吵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张博之却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动态 疑似回应谢霆锋 而这次张博之发的动态内容非常简单 只写了三个字 好心情 这也是和王菲谢霆锋的现状形成了鲜明对比 张博之现在虽然失去了谢霆锋 但是他也得到了三个帅气的儿子 而且张博之在大陆的事业也出现了第二吹 做得风生水起 难道张博之发为好心情 疑似是在回应谢霆锋和王菲的事情吗 王菲虽然赢得了谢霆锋 可他也要承受很大舆论的压力 不仅仅是他们相差11岁的姐弟恋 最主要的是他们两个只顾着自己自由自在 却对三个孩子不管不顾 王菲的女儿李嫣也被王菲留给了前夫李亚碰 其实王菲 谢霆锋 张博之 他们三个人到底谁才是最后赢家 现在不用看也就知道答案了 张博之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得非常幸福 谢霆锋 王菲的感情一直被拿来议论纷纷 王菲也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不过好在谢霆锋和王菲并不在意外界对他们的看法 现在谢霆锋也公开表示自己和王菲感情十分稳定 只不过他们不会结婚也不会生孩子 可能这就是谢霆锋和王菲的相处模式吧 谢霆锋的父亲谢贤其实早就公开表示过 王菲只适合谈恋爱不适合结婚 也希望谢霆锋和王菲都能有一个好的结局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我视频的记得长按点赞按钮助理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